这就是机车版的螃蟹车骇撞 内侧机车突然往右切 绕过计人车 接着硬要钻进白车跟黑色轿车缝隙 一口气连跨三车道 结果距离没抓准 害自己惨摔 仔细看机车当时就骑在进行机车道 看见前方塞车才会突然往右切 不只任意超车还随意钻车 结果撞上BMW轿车 这下可得陪惨了 三宝之一 早一点投胎 重回18现场 板桥民生路这处危险路口 最内侧有大量车潮准备回转上桥 但上下班时间机车数量也不少 四线车道车速快 机车汽车还互相征道 显向还生 一口的五间以上吧 五间以上 太多车了 没办法 这车来你看车车多了也没办法 事实上板桥民生路 车流量大重大事故频传 2016年7月 一步轿车为了闪车 失控撞上捷运工程护栏 起火燃烧 2017年6月 一辆货车赶送货 在路口失控冲撞 还撞伤两名骑士 在这个危险路段 机车骑士横挂三车道 当起机车版螃蟹车 最后失控自摔 还好没被后车拧过 接下来 朱显明新北报道